高龄长者常因双脚行动不便 而以轻便快速的电动车来代步 不过也经常发生煤电而半路抛锚的窘境 玉镇乐和里一位88岁的阿嬷 骑乘电动车煤电进退了两难 索性碰上直行的巡逻远警协助 让阿嬷坐上警车平安返家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照 只见远警和民众合力将阿嬷参拂上车 生怕阿嬷难抵高温而中暑昏倒后果不堪设想 现年高龄88岁的阿嬷骑乘电动车准备返家 不料电动车竟然没电 就直接在车水马龙的台九县与村落路口抛锚 移动也不动 正巧被执行巡逻勤务的乐和 派出所长王哲雄远警庄志远发现 于是赶紧伸出援手帮忙 并且直接再送阿嬷返家 家人看见阿嬷平安回来 也平挺感谢亲切又热心的人民保姆 玉里分局长陈卫文肯定警察同仁市民如亲 也呼吁民众使用代步车时 请务必检查电力是否足够再出发 才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